在刚刚的时候 这个陈中有说 中午已经有通知 这个新北两岁童就是恩恩爸 可以来领取192的通联录音档 好 那其实看到这也会觉得蛮厉害的啦 这个陈中的这个一段话 一个作为 就立刻把这件事情 成功的甩锅给地方 甩锅给新北市 好 可是在新北的部分 来看到侯友宜市长说 相关资料整理当中 面对家属所提出的相关问题 会尽全力协助 让家属能够了解 其实我觉得他没有正面回答 请教郑春卿老师 正面回答很困难吗 那为什么不道歉 是很怕道歉会被责任吗 这事情总该有人出来道歉吧 这个家长有被人问号说 那你已经隔了一段时间 怎么最近才提出 他说小孩走了 都在办后事 对 心情都很不好 所以前个阶段就是没有做 他总觉得这个事情要追究 他查那个撕掉 联络那个81分钟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那你看这个官方的反应 从地方到中央都非常的 我觉得这很不下当 陈时中一副就说中央只有1922 那这部分我们都有录音 都有存档 你欢迎来查 一副就是说他知道他没事 然后他讲说这个是地方的 你严格讲可以这样分吗 你如果今天知道政治说 我们会责成地方查清楚 最后还是我负责 你总指挥嘛 你不能说我中央的1922没事了 那剩下都是地方 你对着他去 就算今天新北市地方有责任 你中央也是连成一体的嘛 你光看他那个态度 你就为负责 就好意 就等着看好戏 这个态度本身就不对 第二个如果你真的认真研究 你这个主动应该说 这个事情怎么样查清楚 你怎么北市 新北市到现在说我们会查清楚 会有个交代 资料都在准备中 侯友谊这个态度 我认为也是没有 没有一直很有备而来 你这我觉得有可能真的就是 那个一下子来嘛 大家都忙大家都舒服 手忙脚乱 就像刚刚那个陈其邁讲说 你们对我们高雄不要苛责 这样这样我们都讲到正面 老百姓不会那么苛责 如果你态度诚恳 主动承担起责任 甚至把资料都查得很清楚楚 如果是无心之过 真的不应该苛责 如果是很清楚 是有人有负责任 那你今天侯友谊 就应该把这个叼出来 然后对这个家长 对这个父亲交代说 抱歉 我们这条我们做错了 你如果主动去处理 今天也就不会有这个后遗症嘛 所以我认为说从中央到地方 针对这个具体的个案 活生生 人家一个小孩一条人命走了 你怎么可以叫这个家长放得下呢 所以我是支持这个家长 就应该就责 而且把还真正的真相弄出来 还是一句话 如果是大家忙中有错 无心之过 真的是不应该苛责 也希望这个家长 能够节哀能够良解 可是如果查下去发现说 不应该的疏失 是明显有错误 那绝对不能够护短 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那更重要的是 你今天侯友谊 你应该积极主动 严格讲 你平常都做得蛮主动 这件事情一个多月过去 你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报告 而且没有主动给那个家长 有个交代 今天人家爆出来了 你才被动回应说 这个我认为是不及格 那中央那个态度 整个看好戏 这个是很差劲的事情 所以我是觉得说 事情 现在疫情还在进行之中 这个前面 这个个案 前车之间 真的可以做一个参考 大家就职不放过 如果这样子 这些政客之间 才不会在那边退身主事 才不会等着看好戏 陈时中 我先丁几 今天就算新北市有事 你是总指挥 负全责 概括承受 你不要一份 那边看好戏 这个态度是不行的 好 这恩邦呢 在深夜时候也发文 他特别感谢了陈时中 还有这个新北市副市长 刘和然 但是他里面提到的 他说 我要强调我们要的呢 是完整的通联记录 而不是回应 所以他就是直指新北市府 并没有允诺他们的需求吧 这个宾哥 不是我觉得很奇怪 别的事情你不敢查 这个事情关新北市 你今天财运总该动了吧 跟你民进党没有关系啊 你赶快出来动啊 家务院主动出来调查啊 去查一下到底有没有公务人员的疏失啊 因为我也想不透 因为四月 他当时恩恩在发病的时候 那个时候理论上来讲 医疗的能量压力没有那么大 因为当时确诊能没有那么高嘛 所以为什么会延迟到81分钟救护车才能够来 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状况 是他们被哪一些东西耽误了 如果是制度上的问题 我们要检讨制度 因为不能够再发生同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应该赶快去检讨那个制度 把这个制度整个改过来 那如果是因为人员负担的问题 那就要彻底检讨 是不是在全台湾各地都有类似的现象 我们是不是要减轻这些人员的负担 那再来是不是有可能人谋不脏的问题 某一些人是不是偷懒了 还是某一些人传递讯息错误了 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去追究 所以我也觉得很奇怪 其他的事情因为牵涉到蔡英文 因为牵涉到执政党 你监察委员一个人装死不敢碰 这个牵涉到在野党新北市 赶快去查啊怎么不敢去查 那我也不知道我们养你们这些废物 监察委员到底干什么 你们觉得每天浪费粮食了 在那边混吃等死吗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很严重 因为你以为只有恩恩这个例子吗 大家忘记基隆那个不是也是 转整转个半天转不到 到最后孩子就这样走了 不就这样吗 已经有多少次是这样子了 你知道现在因为连续发生几次的状况 我觉得现在台湾的父母 大概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是 我管你政府讲什么 我的孩子如果真的出了状况 我抱他就从医院 我管那么多啊 我已经没空管了啦 就算违法就违了吧 不然怎么办呢 难道我要真的听从像罗云群这种 250指示 等到小孩子发烧到41度 那我不是眼睁睁看着他发烧发到死 救回来 可能脑部功能也失去正常功能了 不是吗 这个防疫指挥中心每天在乱指引 然后整个SOB搞得一团乱 我们的法权系统已经当了多久了 最近才又说唐凤要出手整理的 整理一个头 所以 这些人这每天都在乱搞 一个从去年就发现的问题 法权系统是不是去年就出问题 对 然后其实相关的大家去年疫情相对比较严重的时候 早就已经出现这种所谓通报不及啊救护车等不到啊 一大堆这种问题都出来 结果隔了整整一年我们比 全世界其他国家幸运也是我们多了一年的时间 这一年的时间跟陈时中没关系 跟蔡英文没关系 那是 台湾人民的自律 跟民间自己主动发起买疫苗 包括郭董包括台积电包括 实际 是他们 帮台湾守护到现在 美女陈时中 民进党什么事 民进党跟陈时中只会在那边扯后腿而已 然后经过整整一年的时间我们给了民进党跟陈时中一年的时间 什么事也不干 同样的 是悲剧再次应该发生一次 我觉得应该去追究这些责任 因为 隔了整整一年为什么所有的事实都不敢 这中间 没有人独职吗 没有人懈怠吗 没有人要负起 英镜的责任吗 我觉得这个好好去查 当然 我不期望监察委员 说真的我也不期望在蔡英文任内可以查出一朵花来 我只期望等在政党轮替之后 新的政党不要忘记这件事情 民进党现在反正连几十年前的事情 我都可以给你重新修法 重新再查一次 我拜托 有一天民进党失去政权的时候 新的政党一定要记得 民进党害死了我们多少人 旺旺水神 抗俊逸 他在呢 整个的雾化器里面就持续的 喷雾清销 非常安全也不会伤身 你直接接触你的肌肤 也都没有问题 没有疑虑的 可以上快点购 还有这边呢 有蜡漆的推荐代码 CTI 567 CTI 我那7 可以享有折扣优惠 请大家好好把握了 谢谢大家 在哪儿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